HELLO 大家好我是詹姆斯 詹姆斯現在手上拿的是COE這個牌子的1188年的鎖夾 那詹姆斯買回來呢 發現它的鎖蛇 有人叫做鞋蛇 有人叫做鎖蛇 跟詹姆斯要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的包裝裡面沒有附說明書 所以詹姆斯研究了一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麼更改鎖蛇的方向 然後看到這個鎖繩呢 如果我們是這樣子 關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順勢因為這邊有一個斜度 順勢壓回去鎖夾裡面 但是如果你是從外面這樣過來的話呢 其實就會跟這個平面卡住 所以呢如果你是 這個門是往外推呢 要收回來的時候 這個鎖繩呢就要更改一個方向 這樣才能順勢把它滑進來 好因為這個鎖繩呢 方向不是這種是 重要的方向 必須把它轉個180度 所以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後面呢相對應的地方 後面有一個圓孔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螺絲 我們準備一個像這種長條的螺絲旗幟 可以從這個螺絲可以刺進去就可以了 就把它用力的壓下去 用力的壓下去 然後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你在壓的時候呢 它的鎖繩是會往前突出的 好這是突出的 我們再把它改一個方向 轉個180度 好這樣它的方向就完全改過來了 所以呢 你的這個鎖繩呢 如果不符合你使用狀況的話 是可以這樣做一個更改的 好因為它本身沒有副說明書 所以我們是研究一下 才找到這個方法 那就跟大家分享囉 我這種事 有見囉 掰掰